一一下天要到来 东部地区从事水域油气活动民众一定会增加 为了降低民众从事水域油气时的风险 海巡署东部分署第一二 暗巡队近日在石嶼港举办了110年上半年联合区域搜救演练 期盼透过模拟状况时兵演练方式来强化各个单位 联合搜救协调联系还有应变能力 这一次的演练邀及了华联县消防局风兵分队 以及舰队分署第六海巡队等相关单位来参演 重点是至于状况联系通报 救援能量整合 救援状况应变以及各项装具操作 生动演绎出了近期内所发生的救援案件实况 介入救生艇 静岸潜水装备 救生浮标 抛绳带 长背板 及AED 自动体外电击器操作教育 以及动态状况演练等等 展现了海巡单位对海岸以及海域遇险事故救援的训练成果 记者林杰 封冰箱采访报道